本节课邀请蔡政务委员讲授 请大家一掌声欢迎蔡政务委员 其实我每一次跟这个年轻的这个 我们的下一代的年轻的朋友碰面的时候 一折一喜 我觉得真的好高兴 我们跟下一代超优秀的人 你们刚刚已经见识到我们的宝博士 宝博士你猜他这个到齐敏大学 他参与过什么看过这么多 全世界人间的这个技术 跟人间的人才一起 我们再坐等一下 那个唐鳳 这个 我叫唐鳳女士 他叫老了 所以我就想唐鳳 我叫唐鳳 你知道我特别拿一张词 我就是要念给各位说 这网路上在北京的年轻人说 唐鳳在我心里是跟神一样的存在 他是两岸三地网路高手 是我们现在台湾网路界十大高手之一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请他来 很多人不太容易见到他 我们今天请他来帮我们上课 所以是不是还是起来 我们还是拍拍首飞的 而且刚刚已经跟各位讲 两位都是七十年次了 七十年次 今年三十三岁 十四岁就创业 然后现在是全世界有名的网路高手 所以一则以喜事真的是 真的是觉得台湾超有希望的 超有希望的 但是一则以忧 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已经跑这么远了 怎么办 可以修啊 对啊 好 听到了 其实你看刚刚我们这个宝博士讲的 他去参加起点大学 他说十个礼拜要去做想十年内 可以改变十亿人的方案 我们今天来上 今天下来上课 我们是不是 应该他这个狗豪壮的 这个目标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也自己 许一个月 我们说 今天来上这个课 我们不要太久 过年 今年二月刚才要过年 对 我们过完年一个月内 在座各位 我们一个月内 我们去想 一年内 可以改变两千三百万人的 方案是什么 好不好 就每个人 我们在我们自己负责的范围内 我们去想 一年内 可以改变台湾的 方案有什么 好不好 好 其实今天谈这个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就说 事实上 政府是一个非常大的机器 其实我近来刚好一年多 那我也发现说 这个机器 很大 很负责 很复杂 要推它还真的是 不太容易 因为绑得太多 所以我每次跟基因平碰面的时候 他又说 我跟基因平开会 从我第一次跟他们开会开始 所有的会议全部网络直播 文字稿 当场文字稿就直播 所以我已经很习惯 跟他们开会就一定 跟他们有任何会议都一定是网络直播 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大机器 很多时候单一个 单一个钮好像还转不动 好像有好多的钮一起 然后才有办法转动 这个是客观上有一些确实是不容易做到 那在年间跟在这个社群 他们的运作的方式 跟我们确实不一样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们需要让他们也了解 我们确实有一些客观上面的一个 一个需要克服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 也不要因为这样就认为 他一定转不动 因为我们再转不动 就是刚刚那个客服 我们一直停留在这里 你看已经飞到那里去了 我们还停留在这边 是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而且最重要的是 关系到我们下一代 关系到我们下一代 这台这部打机器 我们必须要一起协力 让它动起来 让它能够让我们的 这么优秀的年轻人 这么优秀的下一代 可以在未来的全球的这个市场上 全球的这个竞争里面 也一样可以表现非常坚图 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来好好看一下 我们哪个地方是可以 大家一起让它变的 所以就是说从制造业 其实台湾最厉害的就是制造业 你看我们过去事实上 这么多 哪一个是我的 碰一下 没有啊 没有啊 我们看这个 从制造业的这个角度 你看我们这个 很多都是世界第二 世界第三或世界第一 所以就我们成绩是非常的亮丽 这个全世界 想到台湾就想到台湾的制造业 想到台湾就会知道台湾的代工做得非常好 但这在实体世界了 因为我们今天在讲虚拟嘛 所以我们刚刚 我们所有非常亮丽的成绩都在实体世界 你这个有没关系的 那在虚拟世界呢 现在在网络里面 台湾有没有被看到 在网络世界里面 台湾有没有什么事情 大家想到就一定想到台湾 就是我们要一起 一起去思考问题 你再看说现在实用的这个习惯 每天上网 超过30小时 每天盯着萤幕看有8.5个小时 所以我们上网的这个 直接是全球冠权 就是全球是这个有名的啊 然后看萤幕 每天高达这个8.5个小时啊 然后根据这个统计的这个资料呢 我们到2015年 我们的电子商务的这个 网络的购物的交易会破造 但是我们谈虚拟世界不只是网购哦 这个电子商务也不只是网购 网购只是其中一个 如果你刚刚我们看的虚拟世界 事实上它可能还不是非常大的一块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的地方 12岁以上曾经上网的人数 你看这个趋势也是往上爬升了 所以近三年大概七成七的上网率 所以你看这个数字都是惊人的啊 我们的购物 我们的轿车 我们的定位 我们的学习 还有这个我们的影音 我们的游戏 我们的交友 我们的沟通 我们的分享 我们的互动 这个都有这么多的这个网络上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服务啊 那但是这一块 是我们在目前政策政策面上面 我们大概都在这一块 鼓励硬体 鼓励蓝体 鼓励材料 鼓励这个硬体的 你看我们这个非常厉害的 这些公司带着这一块 但是这一块蓝的这一块呢 这是虚拟世界 这是实体世界 其实在虚拟世界是不断的扩充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政策上 是不是我们有需要 有一部分要特别去关注 在虚拟世界 那我现在用这个 让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初音未来 这个是本来最开始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软体的代言人 就是因为它要代言一个人生的软体 所以就设计了一个 一个人 就设计了这个叫这个虚拟的人 虚拟的人 它叫初音未来 它本来只是一个软体 变成一个虚拟的人 本来不是有一个 我问一下 特别让各位 就是用这个令子是 那么这些人 就是用这个软体的软体的软体 和聚力的软体的软体 加密人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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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現在不是未來 所以你看像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叫初音未來 它有出版、有音樂、有演唱會、有模型、有軟體、有學習、有遊戲、有動畫 整個就是它的一個產業鏈 所以這個是用一個例子說 我們其實過去我們很重視製造業 但是現在其實除了製造業以外 有一塊是蓬勃快速的在發展 我們可能應該要仔細去看一下說 我們的政策面上對於這個非製造業這一塊 我們是不是有特別的一個政策跟關注 那我們再從數位匯流 這個也是目前大家需要非常注意的一個 我們要談數位匯流 這邊應該有NCC 數位匯流是什麼呢? 是技術的匯流 是以前把電信、電視跟網路結合起來 是不是技術的匯流 還是產業的匯流 把電信、有線電視跟網路匯流 還是法規的匯流 還是說這個是服務內容的匯流 還是傳輸平台的匯流 還是基礎網路的匯流 這個…我們有這麼多的國家政策 再看數位匯流這個部分 國家機通訊發展、數位匯流發展方案 有加速、行動、環境、服務及產業發展 以及數位內容產業發展 各位在座有沒有參加這個… 這些…有沒有這個專案下面的… 這個…計畫是你們在推的 有的可不可以舉手一下 都沒有啊 喔…有…這…不是很多人啊 有啊…這個…交通…這個交通… 交通部應該是有的啊 對…但是…數位匯流 是不是只有我們剛剛講的 就有很多的資訊的匯流 我覺得今天想要跟各位討論的就是說 呃…這個是已經是個趨勢的… 擋不住的趨勢 但是數位匯流 我們其實應該要來看的是一個… 它其實是一個… 數位匯流是一個資訊的革命啊 剛剛各位有沒有聽寶博士談的 貼一個貼片啊 然後就開始偵測 對 然後偵測你身體很多的訊息 這些訊息就傳到雲端 然後就告訴你 欸…你該去醫院 然後你不該去醫院 或者是你可以在家裡吃什麼東西 那意思就是你貼一個… 貼一個貼片在你的身上 你身體所有的資料是不是上網啊 所以數位匯流其實… 我們再看就是說 它一個特性是實體世界 慢慢的就…數位化了 剛剛有個談那個3D鏈影 好…3D鏈影其實在配合一個3D的掃描 好…所以現在我們用那個… 一個iPad加一個scanner 你如果到我辦公室了 我們再幫你這樣照一下 掃一下…你轉一下 大概一分鐘… 就可以… 用你的…3D的圖形 我就在網路上… 可以…所以下手機 我就可以… 我辦公室剛好有個3D鏈影的機器 我就可以… 印個你的模型出來 對… 印個你的模型 所以意思就是說 3D掃描跟3D鏈影有利 3D掃描可以把實體的… 實體的物體… 就是數字化了 就放到雲端去了嘛 哪天需要說再把它… 3D鏈影再把它印出來 所以… 基本上… 實體的世界… 實體的世界… 數位化了… 剛剛講你的身體 所有的資訊都數位化 今天… 你開車… 對…我們現在的GPS 到哪裡都知道 你的手機… 這個… 打到哪裡都知道 你的身上貼個貼片 你身體什麼樣的情況 上面都知道 在3D鏈… 剛剛不是3D鏈還可以把那個臉… 以前那個叫Facial… 那個換臉那個… 那個… 現在3D鏈也都可以印出來 所以… 所有實體世界的… 實體世界… 可以數位化… 就… 到了… 這個… 虛擬世界去了 所以… 聲音影像… 可以數位化… 互聯網… 可以帶一個… 以後我們這個… 這個… 戴一個… 戴一個… 戴一個手錶… 戴一個… 像剛剛這種… 多 Glass 當然沒有啦 但是剛剛那個… 那個… 對… 這個… 剛剛他講的那個眼鏡… 已經可以開始… 少很多東西都可以上了 所以這個物聯網… 生活的… 生活的資料也數位化… 就是實體數位化… 生活的資料也數位化… 這個… 透過生意列印… 實體的物件也數位化了… 所以… 數位匯友其實真正… 我們就是… 等於就是說… 我們資料就… 全部都到… 到虛擬世界去了 那… 到了虛擬世界以後… 這個… 匯集了以後… 變成什麼… 就是… 我今天要講的虛擬世界… 就是… 實體我們所有的物件… 跟所有的… 訊息… 所有的這些東西… 都可以上網… 所以它會形成一個… 虛擬世界… 所以虛擬世界呢… 我們用… 先講… 先看一個… 比較… 比較複雜的… 一個… 一個… 定義… 就是說… 虛擬世界是… 一個標準… 經過大量的… 一個… 網路系統的圓結… 數字封包的傳輸… 然後… 資料的累積… 這個… 這個有點… 我們來看說… 虛擬世界… 為什麼要特別提虛擬世界… 讓大家說… 去思考一下… 我們在制定… 政策跟… 面對這個… 虛擬世界的問題的時候… 到底有哪些東西… 是不一樣的… 就是… 第一個… 網路是從一個… 開始沒人管的地方… 網路是從沒人管… 我們實體是都有人管的… 可是網路其實… 最早的時候… 是沒人管的一塊地方… 所以它因為沒人… 是全世界最大一塊… 沒有人管的空間… 到2014年… 全世界上網的人… 30億… 聯合國說… 到2025年… 全球可能會有… 50億的人上網… 網路是… 你一上去… 就全世界嘛… 你有沒有辦法… reach到人… 跟人家connect… 你能不能communicate… 這是一件事… 但是… 確實有這麼多人… 一起… connected… 在網路上… 那它的特色是… 無法刪除記錄… 我們現在… 很多東西… 你上去… 是不是都在網路上… 是不是都在網路上… 所以我常常在想說… 在做有沒有教育過的… 你是不是可能… 要教育一下… 我們的小孩… 他們隨便拍… 就放上去… 然後… 既然現在… 有越來越多的人事部門… 要… 人應徵的時候… 除了你的履歷以外… 履歷都自己寫的嘛… 上去google一下… 看看這個人是怎麼樣… 你現在拿到一個… 名片不認識的人… 給你的名片… 你會不會想要google上一下… 這個人到底是怎麼樣… 對… 所以網路上… 你可以找到很多資料… 可是網路可不可以delete… 其實我在Facebook… 跟你傳的… 別人… 拍一下… 可能傳給他的朋友… 也不一定在Facebook… 轉到Line… 轉到… 轉到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的記錄… 會一直在那裡… 所以… 我們的孩子… 是不是也應該… 教他一下說… 哪些東西… 可以放上去… 哪些東西… 不能放上去… 這個將來… 萬一他將來… 真的表現很優秀… 有機會… 當總統的時候… 不斷下… 就可以找到他… 很小的時候… 講過什麼… 或者是… 所以… 膽走過… 但是我們面對的是一個… 無法刪除記錄的時代… 同時呢… 因為網路的這個工具… 所以… 很多人都可以提供… 訊息… 所以你看現在… 現在… 常常一則新聞… 其實現在常常… 上網… 我在看… 看這個新聞… 我也很有興趣… 就看一下下面… 下面就有很多人的意見… 幾個人按讚… 幾個人留言… 來看一看… 這個留言… 內容到底是什麼… 所以這是… 是… 是有很多人… 可以一起去… 參與的一個時代… 那… 另外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就是… 多重虛擬的這個… 身分… 你知道… 我們在實體的世界裡面… 好像說… 欸… 叫什麼名字… 叫參與… 如果你今天問我叫什麼名字… 欸… 我叫… 李… 李修蘭… 但對不起… 這不是我的真名… 你不覺得很怪… 東班牌很怪… 除了藝人或什麼… 東班牌會覺得很怪… 可是… 在虛擬世界裡頭… 在網路裡頭… 其實大部分人… 不太用真名的… 少數人用真名… 而且… 也很多人… 都有好幾個名字… 所以… 這個其實是… 在網路世界裡面… 反而是一個… 蠻常態的… 可是… 在實體世界裡面… 事實上… 大部分人… 其實都有… 十年… 在互動… 所以… 這種… 這種… 有多重… 這個… 虛擬身分… 也是一個… 實體跟網路… 不太一樣的地方… 所以… 專家預估說… 十年內… 虛擬人口… 會大於… 實體的人口… 就是… 實際上的人… 沒那麼多… 可是… 網路上的… 很多… 這個… 為什麼會… 特別提這個問題… 比如說… 那我們在… 制定… 更新世界… 跟網路有關的… 這個… 政策的時候… 我們… 什麼時候… 可以要求… 實名字… 你一定要用… 真的名字… 跟我交易… 什麼時候… 是不能… 這… 我們要考慮一下… 因為他的生態上面… 並不是很… 很… 很習慣… 常常是用真正的名字… 來… 來互動… 所以我們… 在政策上面… 哪些是可以使用… 哪些是… 呃… 可能… 沒有必要到用… 實名字的時候… 呃…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做一些… 法律的… 這個… 規範跟政策的制度… 所以這個… 也是提醒… 大家就說… 這個是一個… 不太一樣… 跟實體的世界… 不太一樣的東西… 那另外就是… 有新文化的這個… 產生… 就是所謂的… cloud sourcing… cloud funding… 還有open source… 還有… 集體的翻譯… 集體的編輯… 等一下你們從… 長鳳的這個… 報告裡面… 你就會看到… 他們… 可以怎麼樣… 在很短的時間… 就可以動員… 上千個人… 一起… 二十四小時… 把一件事情做完… 好… 我們… 在實體世界… 要動員… 很多人是… 需要一點力氣… 但是… 在網路上… 是可以… 而且是… 動員以外… 還可以一起… 一起做… 分工… 把一件事情做完… 所以… 這個… 在… 網路世界裡面… 這種… 新的文化的形成… 就是… 群眾參與的這個… 這個… 文化… 它是存在的… 而且… 就是… 因為… 一件事情… 是… 不難的… 所以… 這個… 資料可以… 很快速的… 分割… 又可以… 重組… 所以… 變成… 力量… 就很大… 所以我想… 我們過去… 這一兩年… 已經見識到… 網路怎麼樣… 動員… 網路怎麼樣… 來分工… 這個… 我們… 年輕人怎麼樣… 在… 這個… 網路世界裡頭… 讓… 他們… 彼此… 不認識… 可是… 可以一起… 一起… 一起… 把一件事情… 做到… 所以… 在… 這個… 網路世界… 在虛擬世界裡面… 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 一個… 文化就是… 你要… 讓它有參與… 它就有那個… 歸屬感… 所以這個… 歸屬感… 對… 對網路的… 這個… 社群… 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說… 你讓一件事情… 大家… 透過這個… 這個… 參與呢… 它會產生… 非常明確的… 這個… 歸屬的感覺… 跟我們在… 這個… 這個… 實體的… 世界的運作裡面… 也會有… 類似的一個… 類似的一個… 情形… 更容易… 而且… 範圍更廣… 所以它的影響力… 也會更大… 所以你看… 從統計資料… 上顯示… 就是… 有… 這個是… 在美國… 2013年的數字說… 37%的人呢… 對網路新聞的報導… 會做出貢獻… 意思就是… 你報導一個新聞… 有37%的人… 會… 表示意見… 好… 所以你看那個… 看一個新聞的報導… 你再看一下… 下面大家的反應… 你會有不同的… 對世界有不同的理解… 另外… 有18%的人… 會用社群媒體… 去參與政治… 20%的人呢… 他會貢獻… 醫療的相關內容… 意思就是說… 哎呀… 我曾經… 這個… 就是… 得過什麼樣的一個病… 然後…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碰到什麼問題… 所以… 我也在網路上分享… 所以你看… 20%的人… 他會貢獻… 他在… 這個… 醫療過程裡面的… 一些… 一些… 心得… 一些… 經驗… 然後… 在網路上分享… 正都顯示… 大家行為… 是… 跟過去不太一樣… 你願意分享… 願意分享… 然後… 你分享… 也會有人參與… 所以… 這個是一個… 一個… 蠻好的社會… 就是說… 我願意跟人家分享… 現在工具也很方便… 他願意參與… 給我回饋… 你按一個讚… 只要… 只要… 手機上按一下… 以前… 還要打電話… 還要什麼… 現在不用… 就按一下… 這個… 其實是一個… 呃… 一個… 非常好的… 新的… 文化的一個產生… 那像… 以前… 我們講說… 這個… 你要做一個… 呃… 或… 拍一個電影… 或… 一個… 連續劇… 那可能是… 一群專業的人在做… 然後呢… 做好了以後… 我們再… 花錢買票進去看… 所以這個叫… 少數對多數… 就是… 少數人拍一部電影… 然後我們就進去看… 那你來看呢… 現在呢… 每分鐘有… 35個小時的影片… 上傳YouTube… YouTube上面的東西… 有些蠻好看的… 對… 其實… 有些時候… 我也蠻喜歡看… YouTube上面的東西… 所以現在有一個… 新的… 新的用語叫… Persumer… 就是叫… Producer… A名可舒爾… 製造者… 跟消費者… 結合… 就是… 我同時… 我也是… 製造的人… 同時… 我又是… 消費者… 所以現在就… 就… 在這個… 新媒體的… 這個… 這個… 生態上面… 製造者… 跟消費者… 都是參與的… 所以你就會看到… 慢慢… 很多的節目… 它其實… 很多人… 去消費… 現在是… 大部分人… 都可以參與… 這個… 文化材料的製作… 所以… 不是只有少數… 不是只有少數… 那特別提… 這個參與的文化是… 這個其實是… 當我們跟… 社群… 在互動的時候… 我們要了解… 這個是一個文化… 所以它是一個… 大家一起來做… 一起參與… 一起參與… 就有歸屬的感覺… 所以…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我們… 需要了解的是… 參與的文化… 已經… 悄悄的形成… 所以… 我們如果要… 這個… 進去… 這個… 虛擬世界的話… 你要了解說… 這個有一個… 這個… 非常… 獨特的一種文化… 是存在的… 那… 所以… 因為這樣… 所以這個… 部落的CEO… Eric Smith… 就講說… 每一個國家的政策… 可能都要考慮… 有兩個版本… 就一個版本是實體… 一個版本是虛擬… 所以我剛剛講說… 實體是… 就… 已經… 存在很多… 很多的… 法令規章在管它… 我們要考慮的是… 怎麼樣… 鬆綁… 但是虛擬是… 原來一塊沒人管的… 所以你現在想要去管它… 當然會有反彈… 所以要管的… 要管的技巧… 能不能管… 要想清楚… 所以… 還有一點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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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世界… 就是… 網路跟實體… 都在一樣… 就是說… 我們… 就是… 台灣在實體上… 台灣是不是這麼大… 我們有一個… 國界… 法律只能管到這個… 少數的情況… 才可以有… 意外的效力… 大部分都是… 只管到台灣這樣一個… 一個… 一個… 一個範圍嘛… 所以… 人出去… 你要簽證… 對不對… 進來…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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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對… 貨物出去… 海關會… 控管… 所以… 進出… 事實上… 是有很清楚的… 那個… 那個… 界限… 但網路一上去… 坦白講… 你現在上去… 今天… 今天你朋友… 即使回你… 你也搞不清楚… 他在哪裡… 對不對… 現在Google… 有些時候… 看得出來… 他在哪裡… 這個… 但是… 大部分時候… 其實… 你也不清楚… 那個… 所以那個… 界限模糊掉… 虛擬世紀… 那個… 界限模糊掉… 所以… 因為… 非常不一樣… 有些東西… 你在實體管得到… 你虛擬是管不到的… 原因就是… 它… 跨國界… 所以… 會導致於… 這個… 是不太一樣的… 那另外… 對於東銘來講… 就是我剛講的… 多重身分… 所以它有一個… 實體的身分… 同時… 虛擬有個身分… 這個… 多重身分… 也是一個… 現象… 另外… 對企業來講… 就是說… 到底… 虛擬世界… 是挑戰… 還是… 這個… 機會… 這是我們大家要… 虛擬世界… 那… 虛擬世界來了… 我們怎麼辦… 我們要講說… 虛擬世界治理… 其實我們一直在談… 網路治理的問題… 所以… 我們是不是… 需要有一個… 新的一個模式… 那… 這就是… 目前… 我們在推動… 虛擬世界法規條式… 那… 虛擬世界法規條式… 我已經… 推了蠻多年了… 所以… 蠻… 蠻久了… 就好幾個月… 那… 呃… 這個部分… 我們有好幾個… 好幾個… 好幾個項目… 那… 大概有… 九到十… 九個部會… 參與這個… 虛擬世界法規條式… 那… 基本上… 就是剛剛講的… 我們有很多東西… 是實體的… 我們是不是要… 能不能是用在虛擬… 我們要去做… 一些調整… 那… 剛剛已經提了… 就是說… 虛擬世界… 跨國界… 另外一個… 還有… 跨產業… 就像我們… 推第三方支付的時候… 當時… 最早的說… 第三方支付… 是… 電子商務… 就是歸… 商業師… 對不對 如果第三方支付… 是… 金融服務… 就歸… 金管會… 對… 現在Uber也是嘛… Uber是… 資訊服務… 就歸… 經濟部… Uber如果是… 運輸服務業… 就歸… 交通部… 所以… 在… 在… 在網路上面… 虛擬世界裡面的… 太多的東西… 它跨產業… 因為它… 有一些產業… 就… 所以… 它有一個特性… 跨國界… 跨產業… 那… 剛剛… 跨產業… 就是跨戶櫃… 所以… 有太多的東西… 就是… 到底是歸…哪個戶櫃… 所以… 每次… 每次… 有一個問題… 這是歸…哪個戶櫃… 好像… 新媒體… 新媒體… 是歸… 文化部… 是歸… NCC… 還是歸… 經濟部的… 數位… 內容… 就是… 數位…內容… 是什麼工業局… 對… 對不對… 還是技術處… 好像也有… 好像… 不少的… 不少的單位都有… 所以… 所以… 在虛擬期間… 我們在討論這個… 相關的政策… 跟… 規定的時候… 就會有… 這個問題… 所以… 像第三方支付… 到底是… 如果是電子商務… 就經濟部… 如果是… 我想已經提過了… 那… 這部分已經… 那… 當時其實… 花最多時間… 就是在… 到底是… 經濟部… 當主管機關… 還是… 經濟部… 當主管機關… 這個地方… 花了很多時間… 這個問題… 解決就… 就… 可以了… 所以… 我們另外… 有一個… 電子商務的… 推動小組的平台… 有15個部… 會在那個平台… 那個平台… 最重要的一個… 目標… 最重要的一個… 功能… 就是… 在那個裡面… 去協調… 到底誰… 負責… 如果… 有問題出來… 我們就在那裡… 去協調… 看看… 哪一個單位… 當… 這個… 當主… 哪一個… 其他… 哪一個單位…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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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是… 我們碰到的… 一些問題… 那… 我們現在來看說… 這個… 虛擬世界法會… 這個已經在推… 所以… 也讓各位… 沒有參與的人… 了解一下說… 我們總共有三大塊… 就是… 打造台灣… 成為網路公司的書鳥… 這個… 基本上就是… 希望網路公司… 因為現在太多網路公司… 這個… 不設台灣… 設在… 開滿… 設在平米來… 那公司已經不設台灣… 那些網路公司都不設台灣… 它是可以完全… 人都在台灣… 但是它用海外的… 這個公司做… 那海外的公司運作的話… 譬如金流、物流、交易流… 就全部在台灣啦… 對… 那我們這樣不空掉了嘛… 所以我們的孩子… 全部在台灣… 然後… 明明就在台灣工作… 可是… 它的公司是… 在境外… 所以它所有的交易… 所有的東西… 可能都不會經過台灣… 所以我們… 希望… 台灣可以變成網路公司… 願意來的地方… 所以… 為什麼我們要去調… 這個公司法… 就是希望我們的公司法… 有足夠的彈性… 讓這些網路公司… 它就會把公司設在台灣… 我的股東的權利… 很好安排… 我的這個… 相關的機制… 很好運作… 所以這個… 我們有修公司法… 那今晚會… 這個就是… 就是群眾募資… 那群眾募資… 這個也是一個… 新的這個… 方式… 就是你想要創業… 你到… 你到網路上… 告訴人家你想創業… 人家願意… 願意把錢給你… 那這個是… 新創公司… 很好的考驗… 就是說… 你至少有辦法上去… 告訴… 一百… 兩百個人說… 我的產品是好的… 或… 我的東西是好的… 那願意把錢給你… 我覺得… 要創業的人是… 應該要有這個… 要有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 就說… 你至少要能夠說服… 一些人說… 願意把… 這個… 願意投資你嘛… 所以今晚會這邊… 我們預計… 預計應該是… 第一季… 希望這個… 古玄市的群眾募資…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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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相關的規定值可以出來… 然後今晚會這邊… 我們也希望第二季… 必所行的… 這個… 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也可以出來… 那財政部是涉及到稅… 那個… 跨境… 剛剛已經講了… 這個網路交易… 上面的稅的部分… 怎麼處理… 那數位生活這一塊… 勞動部… 衛福部… 教育部… 這個剛剛已經提了… 像勞動部… 遠距工作… 剛剛已經… 已經提了… 其實你在… 將來… 不用到辦公室去… 你只要在… 只要有一個機制… 其實是… 在家工作… 或是遠距工作…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所以上次我也… 找了… 唐鳳跟幾個… 幾個年輕人… 跟勞動部… 座談一下… 就是座談一下… 了解一下說… 遠距工作… 是… 是… 跟我們現在的勞組法… 有些規定… 可能需要稍微調整一下… 那個… 我記得… 那個時候… 你們科長問說… 勞動檢查… 那… 請問… 在家工作的時候… 要檢查什麼… 遠距工作要檢查什麼… 對… 因為你勞動檢查是… 我們現在的勞機法是… 雇主要有提供安全的地方… 給… 給員工… 對… 當他們是遠距工作的時候… 透過Telework… 電傳勞動的時候… 要去檢查哪裡… 因為這會涉及到… 保險… 對… 涉及到賠償… 對… 因為你若是… 因工受傷… 對… 職業災害… 職業災害… 等到他在家工作… 萬一不小心… 萬一交… 算不算… 對… 然後工作的時間… 我記得那個時候… 你們科長還問… 問他們說… 那你工作時間怎麼算… 他說… 很簡單… 我就上網… 老闆都會知道… 都會… download我… 上網的時間… 所以我就可以… 每期八個小時… 就OK啦… 可是他這八個小時… 可能二十個小時… 分散在二十個小時裡面… 所以你看… 工作時間… 那個部分… 怎麼去算… 工作的時間… 加班… 等等… 女生還… 晚上不能加班… 十點到六點… 不能加班… 這個… 有一些部分… 是確實需要調整… 那… 像這個… 衛福部… 衛福部… 這個… 我們大概會有這個… 網路藥局… 就是… 網路上有哪些藥… 我們是在網路… 網路上去… 去購買的… 所以這個部分… 也在規劃中… 還有一些東西… 在網路上不可以廣告… 等等… 我們都會在這個部分… 來調整… 那… 教育部基本上就是… 就是… 遠距工作… 像… 教育部… 我常常在講說… 如果… 以後… 假設有一個人… 他拿一個… 這個… 學歷是… 在… Harvard 上一個… 上一個… 學分… 在… 日本… 東… 東京… 東京… 東京…… 東京… 還是A 就是都拿到A 請問如果老闆 你是老闆你會用哪一個 以後如果企業組是選擇用B一個 不是用台灣大學畢業那個證書的 我們就要認真考慮 你要認真考慮 這個學歷跟那個 到底是什麼樣的不同 就像我剛剛講說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大學沒念畢業就已經出去創業了 所以學歷是一個 我們可能會面對的一個挑戰 所以接下來 因為你在網路上遠距的learning 尤其現在上網 你可以太多的課程可以去修了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要如何的處理 另外網路的環境 像消保處 或者發揮這個open data 還有個資等等 這我就不多說了 所以主要我們要希望有股權 彈性的安排 網路工具比較多 讓它交易 那另外 遠距勞夢的部分 其實剛剛講 遠距其實對女生來講也很好 對不對 你是不是可以失業跟家庭兼顧 對 小孩睡了在工作嘛 所以 那個女生10點以後不可以工作的那一條 請 請處理一下 因為我們在家工作的時候 10點以後 孩子才剛睡啊 正好可以工作嘛 對不對 然後遠距衣服這個 對於我們高齡化的這一塊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機制嘛 那遠距學習這一塊更是一個江南中心學習 這塊我就不多說 但是 需要跟各位討論的是說 我們覺得法規在虛擬世界的法規條是有幾個原則 就是基本上剛剛講虛擬世界原來是沒人管的 所以我們現在管它基本上會需要比較 比較比較技巧性的去處理 所以基本上它應該是一個低度管理 比較強調自律 那也必須要比較有彈性 比較有彈性 然後要靈活一點 而且要創新 那虛擬世界法規條是呢 現在因為這個是一個網路世界 虛擬世界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 台灣.7W的這個線上資群 對於 所有我們將來要出台的這個政策 不管是法規 或者是行政規則 我們都會上這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我們要謝謝吉林尼 是我去吉林尼提案 然後他們就有十幾個志工架起來了 所以這個現在也由這個吉林尼 現在在負責制定這些討論的一個規則 然後意見上會由吉林尼那邊收集完了以後 我們每個部會會有一個窗口 會回應 所以我們現在是希望 他們提出來我們一個禮拜可以回應 所以我們希望在我們制定法規的過程裡面 透明 然後能夠讓這個社群 可以公民可以參與透過這個平台 所以大家有後可以上去看一下 VTaiwan.TW 現在目前在上面的應該是 畢所形的公司跟股權市的群眾物資 好 所以我們十年 剛剛其實那個 我們寶博是已經談了很多現在的東西 那這個大家已經可以從現在去看 未來就是更是不得了 就是說 2025年的電腦跟現在快了64倍 然後光纖傳輸的數據量每9個又會更安費 所以這個世界是真變化太快了 那各位看一下 金字塔跟巴拿拿運河 在沒有網路 沒有網路的時候 我們人類就可以有金字塔 派動員了10萬個人共同來完成這個 金字塔跟巴拿拿運河 那個時候沒有網路 沒有網路 現在我們講了說 這個現在 20到去年了 2014年 全球就已經有30億的人上網 透過網路你可以動員 你可以連結到30億人 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很多事 可以做很多事 所以這是個挑戰還是個機會 這個是我們需要思考的 那將來呢 會有越來越有可能是 可能業務團隊在新加坡 可能HR 就是人事部門在加拿大 工程師在台灣 所以它就是一個全球化的公司 因為這已經不難了 尤其剛剛講的那個虛擬實境 我把它弄一下 搞不好我坐在那裡 我已經可以有個虛擬的 虛擬 所以看起來 我再帶一帶上去 我們會看起來 像是真的在一個辦公室 我們如果覺得那個辦公室太醜了 我們應該選一個 那個那個 那個巴里島的這個 拿個度假村 然後我們就大家在那裡 然後一樣 一樣開會嗎 對 我也看得到 你們講話我也聽得到啊 對不對 這個透過虛擬實境 將來有趣了 在家一樣可以跟實體一樣 我們還可以選擇 剛剛已經講了說 要下雨了 要天晴 或什麼 這個開會說不定更有效力 我們隨時可以選 選不同的background 都可以開會 所以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不遠 這是很快做得到的 所以這種情況下 還是勞動基準法怎麼處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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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們勞動基準法怎麼處理說 我們能不能讓有一個公司在台灣 他的員工在新加坡 他的員工在這個 這個算不算外勞 這算不算外籍人士 你們要想一下這個問題 這個 這個 那個時代來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處理一下 所以現在是一個 全球化的公司 是我們面對這個 全球的市場 全球的資金 全球的人才 所以各位會看到說 你不曉得各位有沒有這樣的一個經驗 就是我碰到的 因為我可能剛好跟很多新創的這個年輕的朋友 他們非常多 其實他人在台灣 可是他是美國的公司啊 他們開了一個公司到信服去 可是信服可能有些比較貴 所以他們可能比如說10個人 有5個人輪流 就是有的在 有的輪流 一部分在台灣 一部分在大陸 也一部分在美國 但他公司因為設在美國 所以他在台灣也沒 也沒登記啊 所以這樣在台灣算失業狀態對不對 是不是 應該是 因為他台灣沒有公司嘛 台灣沒有公司嘛 可是他人是在台灣嘛 你仔細看 未來越多會是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怎麼處理這個情況 就是說 世界已經會越來越是變成 就在虛擬世界裡頭工作 他不需要實體 所以當我們在談移民政策 我們在談那個所謂的就業人口的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在討論就業人口說 台灣的就業人口一直很快 我心裡在想說 剛剛講的那些人 人在台灣 可是他已經被外國公司 是招聘去做外國公司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業人口怎麼算呢 我們應該要就 台灣的公司就有辦法 我用到外國的這個 外國的人他不用移民來 一樣可以幫我們做是嗎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我們談就業人口 可能要想一下 將來的就業方式 不一定要補免嗎 將來的就業方式 可能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一起工作 所以這個部分怎麼處理 所以我們都需要仔細的去想一下 所以 比如說你IoT啦 3D鏈印啦 自動駕駛啦 機器人啦 虛擬實境啦 等等的這些部分 我們想IoT的想 我還可以再賣幾個對不對 想3D鏈印都還可以再賣幾個 還都是製造業 但請問這些跟虛擬事件有沒有關係 我剛已經講了 很多東西其實都有關係的嘛 對 比如說我們談IoT 我們談3D鏈 我們談這個像這個 這個電動車像機器人 其實他都有很大的一塊 是在後面的那個運算嘛 後面其實還有很多的商業模式 我們都可以去思考的 所以這個讓Virtual Reality等等 這個其實都不是只有製造業的問題 這都還有非製造業的問題 所以這個虛擬世界跟實體世界是並存的 而且我們會發現虛擬世界其實是越來越影響力 越來越大 所以它是共存碰撞也互補 所以它會改變這個國家跟公民的一些行為 所以又回到我們今天的體驗說 我們G01跟GOV 就是有些事情確實從政府來推是不太好推的 我們可能需要跟G01 其實跟社群合作 跟公民合作 就是哪些事情是我們做 哪些事情可能必須要放到這個 就是讓公民來一起參與 因為世界實在變太快了 那我們能做的事情我們做 我們不能做的事情 可能真的需要這個跟公民一起合作 所以就是網路公民時代的這個社群的影響力 它是非常大的 我們已經大量支持過了 而且這個越來會影響力會越大 所以政府在網路時代呢 我們必須要跟公民合作一起 也就是說我們碰到任何社會問題的時候 我們要認知到公民社群 它有它一個非常獨特的一個處理問題的一個方式 這個方式是我們在政府的機關裡頭做不到 因為這台機器設計就不是設計做這種事嘛 所以有些事情我們是做起來可能時效不夠快 或者是這個運作上也不太合適 這個時候我們跟公民社群合作 可能是對有一些社會問題的解決 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所以但是呢 兩邊要合作的第一步呢 需要用故事 所以我幾次演講都要故事了 所以我一定要說明一下什麼叫故事 故事的意思是 我們要彼此看到對方存在 還有不一樣 我們要看到社群的存在 社群也看到我們的存在 但是呢 我們要看到社群的不一樣 因為社群是每一個人的意見都等同的 你講了以後 有人愛你讚 有人 echo你的話 那你的聲音會 聲量比較大 你的聲量比較大 又有取得這個影響力 那我常常跟社群講說 我說欸這政府機關不是這樣運作 我們是金字塔欸 很多印象 我近來也是發現說 我這個公文要簽好幾個 簽到最後 沒那個就 沒那個 沒最後那個簽字是出不去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運作是 我們不是像社群一樣是一個一個的 我們是一個金字塔的運作 所以它運作是不一樣的 所以有些事情社群可以很壞 在政府體制裡面 確實沒辦法那麼壞 所以但是這一部大機器 我們又是那個在負責管理跟負責運作的 所以有些事情 我們也必須要儘快讓大家可以怎麼樣讓它運轉 然後哪一些部分我們就是讓社群來做 所以這個護士的意思是 要看到彼此的存在 要看到彼此的不一樣 有了這樣的認知才能夠建立信任 有了信任才能夠 下一步才能合作 那合作的前提是必須要有信任 所以我覺得我們最近這個一直在辦一些活動 今天也請了這個唐鳳來就是希望 讓大家多了解社群的運作的方式 那也希望透過這個社群不斷的跟政府的這個機構 互相的這個交流和互動 也了解政府的運作裡面 確實有一些是法規的問題 預算的問題 很多很多的一個限制會讓我們就是沒有辦法像社群一樣 這麼快速的去擺入正面的問題 去擺入去做出一個決策 但是我們還是有機會讓它更有效率一點的去運作 我們還是有可能讓這台機器呢這個轉得更快一點 我們自己內部要有足夠的協調 我們內部要有足夠的認知說 這部機器掌握很多的資源 這部機器掌握台灣的未來 我們希望它運航得更好 我們也希望我們在這台機器外面的這個社群 可以跟我們一起合作 所以我們需要新的思維 這個虛擬世界來了 我們應該是大家都準備好了嗎 我們來面對這個挑戰 但是我就像剛剛我開場講的 我覺得我們下一代很優秀 我們要讓這部機器去支持我們下一代在全世界發光發亮 謝謝